一个人的时候还是要享受自己的独处吧 那同时也期待说未来如果有幸福的两个人的时光 去年对着镜头期待会有幸福时光 隔了一年林志玲终于嫁人了 但一路走来她的感情路也算相当坎坷 2003年林志玲和严晨旭因为送修手机 让里头的玉袍罩曝光 两人恋情从此成为全民管主焦点 2005年林志玲醉马意外受伤 严晨旭偷偷前往探望 两人后来分手收场外传是因为她 当时林志玲受伤后被昵称马桶小开的 合成未遇第二代邱世凯 对志玲姐姐徐寒问暖无为不至 两人恋情也传了好一阵子 但当事人也没承认 而之后还爆出林志玲和大陆工程董事长 殷琦的外甥洋人配联系密切 对方疑似还有个空姐女友 让林志玲陷入劈腿的传闻中 虽然2017年林志玲和严晨旭也被拍到 在马来西亚一起上健身房 还被外界认为是世纪大复合 林志玲事后主动否认表达还是单身状态 现在突然闪婚让人惊讶 这位台湾第一名模的感情录 跌跌撞撞十几年 终于修成正果 真是刘家伟就改参与报道